滚滚长江 东是水 浪花淘尽 英雄类 大家好 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张国沙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啊 彩虹还是给大家啊 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 这个闲话不多讲啊 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路线吧 这个多了一个啊 多了一个 没事啊 这个多了之后我们下期可以放啊 好的 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二号位的大盘贼啊 我们主持小玩家啊 主攻选择了这个我们的流氓鹰主攻啊 这个流氓鹰主攻说话这个称号其实很早很早以前了 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借道云啊 是要叫钢板鱼啊 叫钢板鱼 好的 那么我们二号位主持小反贼选择了布置啊 这个有人会说 这个布置嘛 是不是 依靠白银狮子能刷很多很多牌 那我告诉你啊 这一把的布置我们绝对不是靠白银狮子来 来 来 来刷牌的呦啊 好的 那么这个我们起手丢了一个南蛮也没去砍赵云啊 因为这个我们起手去砍赵云的话 有是是有一点得不有一点得不偿失的 因为这个他起手状态肯定是比较好的 肯定是有杀伞的 所以说啊 这个我们起手去杀一刀赵云没有任何收益 反而被他白抽一张牌啊 这个虽然啊 能把反贼的身份跳出来 但是我们起手仍然难免也能表现出啊 我是一个反贼啊 也是一个反贼 为什么这么说啊 这个有一句话啊 肯定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反贼是不推荐开A的啊 反贼起手不开不推荐开A啊 为什么 我们暂且不论说一个A打下去我们的人头啊 就是说啊 打的目标啊 这个为什么不推荐开这个南蛮入侵啊 因为我们反贼啊 本身啊 杀对于反贼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啊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主攻干死 所以说 杀对于我们反贼来说 本身就比较重要 然后再依靠这种南蛮入侵啊 把我队友的杀全都浪费掉 其实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而且啊 反贼在情况什么情况下啊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啊 我们才能把这个A开出去 比如说啊 这个我们进行最后一击啊 确实没有杀了 我们只能依靠南蛮入侵万箭启发这种才能打出伤害 或者说 我现在我布置有这把诸葛连奴啊 我希望 我希望收掉队友获得大量的牌对主攻进行强烈性的输出 是不是啊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鲁树刚刚给了我们 浩石给了我们一大拨牌 我们刚刚是还给他啊 我们红德是还给他的 然后我们再正常的末牌阶段 我们又能发动红德啊 我们再去补给鲁树 是不是啊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杀啊 是比较 好 之前呢 再加上这个赵云这个龟袜子 因为他有一个重振的这种威慑性在啊 搞得我们这个诸葛连奴不敢去乱杀他啊 绝对是不敢乱杀他的 好的 得无单行 再去依靠一波鲁树啊 我们把牌全 红德全都去分给鲁树 尽量压制我们守牌树最少啊 为什么我们刚刚把杀去扔掉 手里留了一闪一无蟹啊 一来我们布置本身目标会比较大啊 因为这个只要我们跟鲁树能进一配合出来啊 我们本身的嘲讽要比鲁树大 所以说 我们留一闪一无蟹啊 我们是回合外 准备挨揍啊 准备挨揍啊 尽量把我们手牌压制住全场最低 然后鲁树再依靠我们刚刚红德过来大量的手牌来分给我们最是最好啊 打出赵云的手牌来啊 好的 来来来来 见面分一半啊 你给我牌 然后我再还给你 是不是啊 这个这个我不能白拿你的牌 是不是啊 再加上啊 鲁树的一波大耗斯大地蒙啊 瞬间把赵云回到解放前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能对赵云进行强力性的输出啊 好 那么我们确实杀确实是不够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吻开南蛮肉侵 抢手赵云 就算我们说不掉赵云 那我们没有啊 我们就没有办法制服你赵云了吗啊 看玩笑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本身有一张火 火工 然后我们再依靠这个回收过来的装备 万一我们过到沙了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啊 我们刚刚玩这个诸葛连鲁和藤牙啊 虽然啊 跟玩白银狮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我们依靠的绝对绝对不是白银狮子哟啊 好的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啊 我也后面的几句啊 播一个好彩头啊 好的 第二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一号位的大主公啊 我们主持角玩家选择了一个新武将 啊 因为新武将这个快乐快乐出来了嘛 就是好招也算是一个新武将 因为毕竟现在啊 这个拥有他的人啊 不是很多 包括我也没有 是不是啊 好 那我们可以介绍一下他的技能啊 好招震骨啊 四血一技能阵骨啊 他当主攻就五血啊 结束阶段 你可以选择一名其他角色 然后你的回合结束时和该角色的下个回合结束时 他的手牌摸制或者气质与你手牌速相同啊 然后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我们就算是补牌摸 只能最多为五啊 最多有五为五 因为我们有考虑到刘备啊 这个刘备 还有这个曹瑞这样子的武将 是不是啊 因为你一个武将如果卡叉拉的太大 说实话是一个比较 就是有点游戏不均衡啊 不均衡 为什么说啊 以前就是说 董卓和小乔啊 包括董这个小乔和乌兔谷啊 他们能配合这个 包括我们这个改版之前的成群和董卓啊 他们这样子的话 卡叉拉的太大 会破坏游戏的平衡度啊 好的 那么我们主持人家玩家选择了好招的话 其实啊 好招这个武将他的身份适应性啊 除了主攻以外 他都能当啊 他拿 当忠诚 当反贼 都很强 当内奸也是可以的啊 当内奸也是可以的 那么他这个当主攻的话 就相对来说比较吃队友啊 因为本身这个武将他不具备有 不具备主攻的属性啊 因为他回合外毕竟还是一个没有防御技能的武将啊 所以说这个不推荐玩家啊 当主攻 但是这个 确实啊 你说无聊 闲着玩玩啊 你就玩就完美 是不是啊 那个没有说啊 我不能说啊 这个好招不能当主攻啊 我就真不当 但是有些玩家啊 他确实喜欢当 那没办法 是不是啊 因为毕竟好招他也是可以一个当一个主攻啊 有些武将说的话 你当忠诚当出来 我就不怎么喜欢 你说我们这把的国家他当忠诚 我就不喜欢啊 绝对是绝对是鄙视这种国家忠诚的啊 好的 那么刚刚废话扯了一大堆 这个搞到我场上的身份都没看清啊 这个张辽张红 他是没来火攻我们啊 那应该来说跳了一个大忠诚的身份啊 因为毕竟这个臣愿为世子 哎 这个家伙也跳忠诚 这个比较好啊 白白给我们长一点体力上线 我们还不喜欢 绝对是啊 好的 那么这个方天一烧死锐竟然没有烧出去 我知不知道这个主持人玩家在想什么啊 当然这个少打一个目标没事 但是这个国家被我们牌全部扒光 我们是特别特别爽啊 这个你哪怕牌用光啊 你这牌被你用光了啊 你牌没有被用光 你照样囤不住牌啊 绝对全被我们墙里扒光啊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一滴血啊 等于说是进行输死一波啊 我们把闪电都挂上去了啊 因为这个你就算不挂这个闪电 估计也要被后面的板子也干死了 所以说这个与其这样子 我们进行闪电进行最后一波输出啊 这个 这个贾许啊 这个魏贾许说实话 他的两个灯泡用完之后 说实话 他的价值也就完了啊 也就完了 因为这个贾许的发挥作用没有 我们淋包群贾许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啊 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贾许的话 我们有陶瓷肯定也不会救啊 一来我们本身就已经一血了 二来的话 我们就算是有一个陶瓷我们尽量也不会也不会去救他 因为 他两个限定机都发完之后啊 我刚刚说了 两个限定机发完之后的贾许 这个贾许基本上就是处于啊 这种也不能算是无用之人了啊 就是他的贡献已经做出来了 他的贡献做出来了 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 这个这个朝职啊 依靠着这个诸葛连弩啊 这个把我们的反贼头子张招张红干掉了啊 把反贼头子张招张红干掉之后的话 我们来一个铁锁连环 再来一个过河拆桥 然后 说实话就可以去杀一刀郭家 然后再对郭家进行震骨 所以说他更加沉不住牌啊 所以说刚刚我们没去杀郭家 感觉是有一点点可惜啊 这个 确实有点可惜 但是我们留一个杀防离剑啊 也是比较好的啊 好 那么这个 诶 刚刚离间的话 我们对曹植出杀 他其实可以翻面翻回来的啊 但是这个闪电炸了之后 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 好的 你郭家炸3滴血 你能摸6张牌 是不是啊 你现在有7张牌 是不是啊 好啊 我让你7张牌啊 我这个九杀不是来为了命中你的 是不是啊 狗民既衰百善 你难敌我 震骨千军 哎 让你7张牌 也回到解放前 你一张牌都别想留 包括你现在 你别别想留 是不是啊 你的亲这个有什么用 是不是啊 曹植一张他 解决你 哎 这就体现出我们震骨八牌啊 这个你别说你 你你你郭家7张牌了 我告诉你 你20多张的神套了 把我照样扒了你啊 好的 那么这一把就体现出啊 我们这个 好招震骨八牌的能力有多强啊 因为以前大家也看到过啊 我以前的视频啊 这个第一把 这个好招的视频是 好招跟曹睿 赌牌的配合 大家见识到了 那么今天终于见识到啊 我们好招八牌的能力 我告诉大家 后面还有啊 后面还有好招八牌的 好的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了 那么最后一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一号位的大主公 哎 主公选择了brother春啊 这个春歌当主公可是很强的呦啊 这你别说啊 这个排队分分钟都会祝春歌的啊 好的 那么这个我们骑手啊 这个你敢选卖血流武将 我就要打你是不是 好的 那么说实话啊 你如果春歌主公局 你如果当一个卖血流的反贼啊 这个脑袋瓜啊 自己打脸一下啊 这个脑袋瓜在想什么 那你如果像这个五号位的曹批说实话 他可以当反贼啊 他那个位置倒是真可以当反贼 但是这个二号位的曹执当反贼说实话 因为曹执本身他卖血流不是那么强啊 所以说曹执他在这个位置也可以当反贼 但是这个 如果曹执是内奸的话 其实我们也也是比较难受的啊 因为这个什么原因大家其实都能想得到啊 这个任何主公你看见曹执翻一个面真的是 比较恶心啊 真是比较恶心 那么曹执他来乐我们 他是一个大反贼啊 那么我们 这个 绝情是克不了这个他的手洗的啊 我们杀他的话 他照样是能发动手洗的 因为他的手洗是杀成为目标后啊 如果是 目标实的话 我们应该是可以啊 好 那么这个神刘备干什么了 杀曹执啊 他杀曹执 他杀曹执的话应该跳了一个 也不对啊 曹执起手是久杀我们的 那曹执确实是一个反贼啊 确实是一个反贼 但是刘备在那种情况下 又来去送曹执从反面翻回正面来 那他应该也是一个反贼啊 他也是一个反贼啊 他也是一个反贼 那么元素出逃来救我们 那他应该就是一个大忠臣啊 大忠臣什么身份都标凡了啊 他是反贼 然后曹执他现在还没有动过我们啊 有无论说是曹执他翻我们 还是那个那个啥 那么这个南蛮入侵就能看出曹执是忠是凡 没错 他就是一个忠臣啊 他如果是反贼 他受到这个南蛮入侵 他肯定是要来翻我们的 因为我们在医学在这种情况下啊 虽然啊 我们可能会有深厚的排队 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肯定是要稳翻我们的 好的 那么曹执竟然跳一个忠诚的话 我们就比较喜欢了啊 虽然我们跟曹执配合不了啊 但是元素可以配啊 是不是啊 元素他可以配 所以说啊 我们不用怕他 不用怕他 那么我们这个闪电 嗯 这个闪电把曹执炸了 然后索性带了神流贝 又带了真姬 说实话 曹执和真姬被炸死了 说实话 我是不可惜的啊 那我想说 神流贝这个家伙为什么去砍一刀曹执呢 是不是啊 你砍曹执帮他从反面翻回正面来 你这样子的话 相对来说跳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 我们来打你 绝对是不冤枉的啊 一般来说 这个曹执 我们起手已经挨了曹执一个九三 那你神流贝就没有必要再去动曹执一下 你哪怕去砍一刀曹执啊 他虽然能手洗 但是你砍他一刀 你至少能表明出我神流贝是一个中内的身份啊 而不是这个反贼的身份 是不是啊 而且啊 这个反贼阵亡啊 这个忠诚阵亡也就阵亡了 那你至少这个不要让我们再多挨一次救杀 是不是啊 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 场上的反贼已经死了三个 那么还有一个反贼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一个周泰 或者说是一个元素啊 因为 我个人相信元素可能是内奸啊 或者说是周泰是内奸 因为神流贝是忠诚 然后曹执如 如果是反贼的话 他刚刚那一下 他应该是直接要来翻我们的啊 觉得应该要翻我们的 好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先去把周泰的布区打出来呗 是不是啊 好的 那么我们看我们Brother川的这个 我们伤是厉害 还是你的布区厉害啊 我们同样都是一号排队的人啊 那我们就看谁比较厉害啊 不知道谁比较厉害 排队帮谁啊 排队帮谁 好的 这个桃子关键性的时候别来太多啊 好的 这样子的话 这个曹执这样子打啊 虽然啊 他来送我们一下 我们有 他主要是送我们的这个手牌啊 送我们的手牌 我们倒是不怕 他如果刚刚把我们的诸葛莲弄顺了 那我们就要对曹执这个忠诚的身份上 就要打一个问号咯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了 主 中 反 内 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主要是一个2v1v1啊 因为内奸和反贼 因为毕竟不是一个相同圣赢的人啊 所以说 我们现在可以执行四倍数啊 执行四倍数 那我们春哥其实那么容易倒下 这个AK分分钟想来就来的啊 所以说这个我们又有桃子 所以说这个藤甲绝对是很怕的啊 好 那么现在周泰已经这个已经等不了了啊 因为再这样耗下去啊 对于他来说绝对是 这个肯定是要稳输的啊 所以说他把闪电挂出来的目的应该就是说 想要通过闪电来把我们炸死 对直接带反贼赢的啊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这个闪电到底炸谁呢啊 好的 周泰把我们的诸葛雷鲁卸了 那卸就卸呗 是不是啊 我们血线回上来了 这个闪电就算把我们炸了 我们也不怕 那么南蛮入侵可以开啊 南蛮入侵可以开 那么元素也没有必要救 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体力流失啊 一个绝情体力流失 哪怕我们不小心把我们的忠诚干掉了 我们也不会弃光所有牌啊 我们也不会弃光所有牌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我们看主视角玩家 其实因为潮皮在冰上了 你可以冰一下元素啊 可以冰一下元素 哎 这边提醒一下 我们的这个元素搬到了雷包啊 相信过段时间应该这个元素的技能会改掉啊 好 那么这个潮皮竟然是内奸的话 我们就不用担 不用怕了呀 为什么不用怕了 这个一来 我们Brother春四选 足够稳赢了 潮皮啊 那我们主要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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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电了啊 我们主要看这个闪电 如果这个闪电把我们批了 我们伤识到桃子或者酒啊 我们还能有的玩 那如果把我们批了没有那个没有酒桃的话 那我们也是正常要阵亡的 但是这个潮皮道内奸 说实话啊 也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啊 相对来说 我以前我还是见到比较多 但是现在毕竟这个潮皮道内奸还是比较少的啊 我们其实也要谢谢这个潮皮周泰 关键性的那将南半路亲们来翻我们啊 他如果选择来翻我们的话 翻我们Brother春啊 说的话这个真不好说啊 真不好说 虽然啊 这个呃 我们身后排队啊 身后防御比较强 但是这个抵挡不住啊 这个反贼极强极力啊 强极的火火力啊 但是这个闪电 刚刚把这个潮结合 人机爆了 确实是比较喜欢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结束之前啊 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啊 第一句话啊 视频结束后方啊 有彩虹的投稿邮箱啊 希望广大的玩家啊 能给彩虹踊跃的投稿 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咱们 咱们青山若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